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体育院是我第一次去 也是感觉非常震撼吧 包括他们的一些医疗团队的设施 还有科研团队的设施 还有营养师 都是我觉得超出我对整个香港体育事业的一个认知 所以我的印象是相对比较深刻 通过和体育学院的这些运动员 通常经济交流 然后也让我看到他们对体育这种热爱 作为新时代青年吧 就是要承担自己这样的这种责任去实验 我就是想对他们说 不要惧发现在的困难 现在吃的苦都是为以后打基础 每一个就是年轻人的话 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方向 在方向当中我觉得就是不要放弃 然后努力坚持总会有希望的 新年的话要制定自己的小目标 下车目标出发 必定前行 当然现在香港已经由乱转制 由至极星了 现在已经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包括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一定会越来越好 从网上我也下载了一些健身的识别 但因为乒乓球的这个关系 不能说全按照那上面的做 然后我会筛选一些吧 我们连六天 只能有一天休息 虽然我们现在隔离 但是我们每天的训练 也不必在运动队的时候少 我们每天的训练也接近在五小时 下午呢一般都是吃完午饭之后呢 我就开始收拾一下房间卫生 然后去开始跑跑步 然后再比如说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小力量在房间 像我们这次隔离 其实除了白天的训练 大家其实也还是会就是聊聊天 制服 就对澳门的印象可能就是 最多的就是那个也是吃澳门的那个猪肉腹 是很有名的 然后再就是那个手信 我觉得点心做的都是很不错的 也是我第一次去嘛 我也是想就是能多见一见就是澳门的市民啊 然后也传递一下我们这一次东京的一些 就是比赛的精神 就是在那里头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澳门了 就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 就是看看当地的文化风景 开会一下自己的事业 我相信也会有非常多的这样市民来去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 我相信我们到来会为他们那种体育事业在煎熬的发展 会能够越来越强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 我相信未来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运动员来到内地训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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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